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试一下我能找到一些照片 我找到话我就放在旁边 我们就从这个护肤步骤说好了 奥尔滨的水乳 健康水渗透乳 渗透乳是二号的 这一套水乳用下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我们需要先乳厚水 并且这个乳啊你需要用到三泵 这个一起说好了哈 用完了四盒这个油泥加的化妆棉 我就是用这个化妆棉搭配这个乳液去用的 诶 好一点点 它是乳白色 你就直接把它揉揉揉揉揉揉 揉到你的脸上 你会觉得哇真的好舒服 千万不要不省这个量啊 你就觉得这个营养会被你揉进皮肤里的感觉 油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皮肤比较油油的 接下来再来一张这个油泥加化妆棉 没有这个化妆棉好麻烦 然后又擦擦擦 擦完之后啊你会觉得整个脸皮肤会很水润 并且这张水乳呢我觉得它的闭口是有效果的 我之前额头啊这边边啊可能是卸妆卸不干净 然后这边边有一些长得一小小颗的闭口 那么用了它之后呢我觉得是有减缓的 就是小闭口是有用的 如果说是那种很成熟了 必须要弄破它那种闭口就没有用 那么这张水乳呢我已经回过了我会继续用下去 刚刚还没有来集说这个化妆棉的确会比其他化妆棉省水的 如果说你是要搭配一些其他的贵的一些水去用的话 我觉得这款化妆棉真的挺不错的 也是老伙伴啊 Lily Bear的化妆棉 其实我目前为止啊我就没有找到 比它更加经济实惠好用的卸妆的化妆棉 它化妆棉是用相对比较厚的 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卸妆 微调序 然后旁边也是有压边的 Lily Serra的化妆水 它的液体啊是有微微的米白色 它的味道是有点点香的 这款化妆水呢我就觉得五公五过吧 就还可以普普通通 比较好吸收比较清爽 那么我接下来应该不会再回购它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它的一个替换妆 那么我会继续把它用完 蓝蔻的精华 这个我真的挺喜欢的 这个精华在使用感和功效上我觉得非常棒 但是由于它的价格实在是太不友好了 所以我最近应该不会考虑回购它 首先我们先从这个外包装上看 哇 太美了吧 虽然说它整个是塑料 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高级的 打开之后是泵头设计 但是我觉得它有个唯一的缺点 它前面这个地方太过短了 你知道吗 每次一挤出来 然后旁边都已经擦不干净 导致这一圈会有些堆积 然后长起来这旁边就会变黄 稍微延长一点 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了 很好推开一种一点点 你就能把全脸用完 这个延展性是非常好的 然后会有比较香的香味 我非常喜欢在晚上睡觉前用它 因为第二天起床之后 你会觉得整个皮肤好像得到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滋养 是一款挺全面的精华 刚才说过啦 一滴能用全脸 但是它的整支只有30毫升 我记得我用了两个月就把它用完了 OTL的冰淇淋面霜 现在夏天了 麻烦把这款面霜埋起来 必须人手一支 就去年夏天一个夏天下来 应该是用了一支半 它非常的好推开 推开之后像化成水的 冰淇淋化成水的感觉 在脸上非常的舒服 基本上你把它推开之后 很快的吸收 一点都不会有力 它是我目前用下来面霜中最适合夏天的 说到OTL他们家牌子啊 其实他们家我用过蛮多东西的 什么喷雾 黄红水 面霜 面膜 精华等等我都用过 全部东西用下来之后啊 我觉得他们家是一个比较自然 比较适合 稍微没有那么多问题的皮肤 我第一次接触他们家是在大二的时候 当时候我用完下来之后 我觉得好像无功无过 但是等我所有用完 然后换到别的牌子 我觉得他们家是那种润目细无声 所以接下来我都蛮经常买他们家东西的 特别是我海淘时候 对海淘时候必须买 因为基本上你去任何的海淘网站 他们家东西都是会有打折的 和国内对比的下真的皮蛮多的 颗润的面霜 这个面霜啊就比较适合冬天用啊 上一个冬天的时候我就用完了这个面霜 然后里面已经完全没有了 你们看吧 没有了 就正常白色的一个面霜 有一点点厚重感有一点点油腻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 就它会比较滋润 所以比较适合冬天 它这个厚重感啊不会持续很久 基本上你过个一两分钟吸收了 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了 但是它保湿力度还不错还是够的 然后我的皮肤是混合偏干 我觉得一整个冬天用下来 我觉得它的一个滋润度是刚刚好的 那么现在是夏天嘛 我就不会回购 那明年冬天我觉得我应该会回购它 因为它价格也比较清明品较平价 面霜涂完 我通常都是喜欢最后涂眼霜 所以说两个眼霜 之前好像说过这个月幕之远的眼霜 你看挖的一干二净 这款眼霜价格在眼霜界来说 还是比较便宜的 虽然说看来小小一只只有15毫升 但是也足够用半年了 那么它打开之后的保质期也是半年 我一整只用下来之后呢 有两个功效肯定会让我回顾它 第一个就是它比较滋润 虽然说平常我脸上可能不喜欢用的 比较厚重比较油烈 但是对眼下肌肤比较脆的部分 我会选择用比较滋润的东西 第二个我在没有用它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到它对于消服种效果 居然会这么有效 就每天早上起床上班的时候 就眼睛根本睁不开 刷眼皮都会变内霜 然后用完它之后啊 过一块立刻变成外霜 当然如果你眼睛本来就是内霜 不可能涂了它就变刷眼皮了 我只是说它消服种的效果很明显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这款眼霜我肯定会回复它 第二个眼霜是这个大名鼎鼎的雅尸 南带小棕皮眼霜 其实这个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我男朋友自己买回来之后 因为我俩子好像有一些不良的反应 有点不算过敏 还是不知道干嘛 我忘记什么原因了 然后我就这样给我了 那么在我这边呢 我是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的 所以我就把整支 嗯 都已经用空了 是有一点像明露状 并且是充满了油份的 你涂上眼睛之后非常好推开 很明显眼下会有一层的油膜 滋润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个干纹发面 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改善的 护肤的最后一步啊 我通常会涂一个唇膜 我用的这个呢 是蓝芝的唇膜 它打开之后啊 说是可以用12个月一年 但是这个肯定过气了 因为它实在是太过耐用 应该是用了一年半时间 才把用完 一开烧五香 小小一只就这么20克 应该很快用完 但是 哇 可能嘴唇的东西吧 也不是说甜甜用 因为加上这个面积比较小 所以用下来的话非常耐用 护肩的还在用它 当然我也不是提倡 但像我这样子 里面还有这么一点点 这么一点点 也应该够用一个星期了 它是粉色的膏体 并且带有甜甜的味道 我每次涂在嘴巴上啊 都觉得自己在吃糖 睡一下前啊 你就歪大勺 然后把它厚厚 浮在嘴巴上 一定要非常厚 如果说你嘴巴是比较多死片的话 第二天起床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有点脱落的 你刷牙的时候轻轻带过一下 就能把它刷走 如果说你嘴巴没有什么死片的话 第二天你一整天 嘴巴的一个状况 觉得都非常不错 但是我接下来应该不会够购它了 因为我觉得 一年半用下来 真的有点腻了 所以我就最近买一个新的一个唇膜 那么我就想换了用一下吧 新兰动膜 这个动膜一大罐是500克 还这么一丢丢 这么一丢丢 应该最多最多 只能敷一半脸 它其实用量是需要非常多的 平常我大概是会一个星期 或两个星期会做一次深层清洁 就需要把它厚厚的敷在脸上 厚到什么程度 完全看不出你原本皮肤的一个肤色 如果说你只是宝宝涂一层的话 很快你这个脸上这个动膜就会干掉 就没有什么效果了 所以说如果要用的话 就一次性把它用足掉了 大概是后敷30分钟之后 把它全部刮下来 黑头啊白头啊都会冒出来 然后就接下来进行你的青黑头 但是说之前我看过一下微博啊 别人说这个星的动膜用多了 你皮肤会水油干嘛不平衡 还什么什么鬼的 那么我这个动膜 我从高三接触到现在大学毕业的工作 我就觉得我皮肤好像没有这个 捉到这个缺点出现 所以我之后应该会继续回购它 清理完黑头之后 收缩毛孔哈 陈业医生的这个毛孔收脸水 哎应该每个人都知道它了 其实如果说你是用在清洁完毛孔之后用它的话 一下子用完了用的还蛮快的 现在用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爽 因为脸上非常的冰冰凉 在冬天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冷了 然后试服个10分钟到15分钟 觉得这个毛孔的确肉眼见 它是有缩小的 但是很多人说其实它是假的 就没有这个功效 如果说你毛孔本来就很大了 其实用这种是没有效果 你只能靠医美 但是如果说你是只是暂时劲的 或是你毛孔没有大到那么夸张的话 用它应该还是稍微有些效果的 所以这个效果应该因人而异 你们就看着自己分辨好了 老伙伴哈 慢单的眼唇线 其实我这半年不只用完这两瓶 应该用了有五瓶 但是我觉得你们应该看力了 所以就把那个瓶子已经热了一些了 这个慢单眼唇线我一定不用再说了 真的非常的棒 用它买它好吧 这个是欧莱雅的一个眼唇线 还剩下一点点 是因为这个是我第一次用 第一次在镜头面前展示 所以我就特意留了一点点给你们看一下 它其实也就和这个慢单 一样是水油分离的 用之前需要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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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瓶口 旁边按一下 打开再倒出来 它的密封性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我应该不会回购它 虽然说它卸的泥液它不差 但是它的味道有点点那种臭臭的 我个人觉得有点点不是很好接受 所以我应该不会继续回购它 OBIS的一个卸妆泥露 它一直啊是有150克 平常我都是把它放在卫生间 然后每天洗澡之前 就把它卸妆卸妆 因为平常像我上班过 平常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 我是不怎么会化妆 就化个眉毛 然后最多打个粉底液 涂口红就没有了 这种简单的底妆啊 我都是很懒 就直接把它揉在眼上揉揉揉揉揉揉 好洗脸洗脸就结束了 150克 我每天用的话应该是用了 两个月不到 就是这种卸妆凝露褂状的 你很好把它推开 推开之后啊 化为了油状 但是它不会乳化 也不需要乳化 所以懒人必备 对于这个简单的底妆是可以的 如果说你弄全妆啊 就不要用这种啊 你要老老实实去卸妆好吧 中文字叫做斯塔夫的一个洗面奶 这个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 应该是在17年双十一的时候 买了两大支 591毫升 这是我目前为止 人生中买过最大支的洗面奶 但是我没有在17年双十一就打开它 应该是在18年的年初 耗时一年才把它用完 我每次真的没有在省哦 其实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知道和接触这个牌子了 我妈妈就皮肤过敏 她就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推荐她这个洗面奶 她买了一支小小的这个洗面奶回来 然后我就经常偷偷去用 然后我就知道这个牌子了 她的洗面奶是那种非常温和的 应该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 比如说我妹妹她可能就不太接受这个质地 它就是那种凌木状的 完全不会起泡的 它清洁力度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冬天的时候就很喜欢用它 因为冬天皮肤又干嘛 就不喜欢用那种清洁力度很高的 或是我当天没有出门 又或是我当天没怎么化妆 我就会用它 我觉得它是比较日常 适合放在洗手台上 随便回家洗泡去洗脸 哎呀 叫什么的一个发膜 如果说你一直有看我的空瓶计划 应该知道我一直用的是 这个资深潭发膜 不行 我要移情别恋了 这个比这个还要更加的好用 我之前看视频弹幕啊 有一些人说我头发好像很顺滑 哎 那么都假象 我跟你说 我每次洗头 必须一定要发膜 不然后头发是打结的 如果说一把那个打结梳开 我就会掉很多头发 但是我用上发膜之后呢 这个打结情况就有很明显的好转 但是其实我没有按真正发膜的一个流程去做 我基本上就把它当做一个护发素去使用 我为什么说这个比自身的呢要好用呢 首先它香味啊 是那种甜甜的 啊 已经干干净净 但是还能闻到甜甜的糖果味 可能因为我太喜欢吃糖了 所以就很喜欢那种香味 第二个就是你用完它之后啊 即使你把头发吹干 你还是能感觉到你头发很柔顺 这个不打结 那么以后我这辈子的这个发膜的重任 就交给你的好 一个这个指甲油 其他还有很多没有用完 但是因为它上面都干掉了 所以要把它扔掉了 其实我平常很少很少买指甲油 一年可能最多买一只或两只 因为平常我不是很喜欢流长指甲嘛 又加上我觉得我每次涂这个指甲油啊 这个技术太烂了 所以真的如果说想去搞一个指甲油的话 我宁愿去美甲 指甲油这个东西在我这边真的太不常用了 但是这款指甲油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它是一个可思的指甲油 比较适合我们这种3C21啊 今天要红色明天要黄色 因为它是可思嘛 所以它比其他的指甲油相对来说 这个持久度要稍微低一点 特别推荐一下这个颜色 MP25松果 是一个红棕色 特别鲜手白 终于最后一个东西了 诶 你们有发现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个鞋盒 是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一个 稍微可以放在镜头面前出现的盒子 好像还可以是吧 最后东西是这个MetaFry 我的一个粉扑 对 它其实完全的干掉了 好硬哦 这个粉扑特别在于它两面都是斜面的 非常好在眼下或是鼻翼的地方 把这个粉底液或遮瑕推开 还是非常方便的 但是这个粉扑需要经常用到它 像我之前 我好像有两个月没有用到它了 就忘记用它了 它就干掉了 就真的很硬那种 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脚这样子 去把这个粉底液或遮瑕去拍开 所以它这个边边呢 会有一点点裂开 这个设计上面呢 我觉得它是能给满分的 好了 说完 那么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那我们下期视频也解释了 好 那么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